哈囉我是Grey 卡到 這支影片是本週粉底液實測第二篇 第一篇的時候我先跟你們預告過我今天要分享的粉底液是這兩支 有一支是最近新上市的 你們看他是透明的瓶身 非常像冰塊還是果凍什麼的 這個是直尊秀無極限光澤水粉底 那另外一支YPK的是他 超級多人物我們用過 他剛上市的時候一堆人私訊我IG的小盒子 這個是蘭蔻的小奶蓋 然後他的本名叫做超激光精華水粉底 那我今天就是一人半邊臉來實測看看誰比較持妝這樣子 我的皮膚是混合性肌膚夏天偏油 其實在這個天氣裡面我是很少用這樣子比較保濕的粉底液 因為我的臉很容易出油我需要控油我不需要保濕 但超級多人問 然後也蠻多人有這個需求 所以我想說好啦就由我這個混合性肌膚偏油的人 來跟你們說他們的持妝的效果怎麼樣 那像這種水粉底我第一個最害怕的就是 他們遇到油產生氧化會反黑 微包時也會反黑 我們一起來做個實驗吧 好那我的妝前都已經完成 我想要先帶你們用這個 直瞬秀無極限光澤水粉底 我的色號呢是574 然後像這種水粉底啊 可想而知是他們的質地都是比較偏水感的 然後他們的滑動性都非常的好 你看他就這樣 壓一下他就這樣滑下來了 然後推的時候他非常的輕盈很好推開 很像水乳液的那種質地 那無極限這支粉底他溝透的就是 可以讓你的肌膚有保濕感啊 然後創造出一個超級有質感的光澤底妝 然後那時候去他們記者會他說這個底妝已經不再是什麼 奶油肌啊或者是什麼光澤肌 是已經更上一層樓更有質感的那種光澤 我覺得他的光澤是真的還蠻美的 等一下鋪開之後你們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我自己是喜歡用美妝蛋拍開 像這種水粉底他在我臉上剛完妝那個妝效是真的很好看 可是持妝的話我覺得還蠻恐怖的 就是因為我的臉很會出油在這個天氣裡面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的出油度都是油亮亮 然後是會讓我想要補妝的那一種 那這個季節我是比較少用這種水粉底啦 但他們家那個無極限超時清粉底我超級喜歡 然後我也有帶回台北 好你們看我半臉完妝 這個光澤真的非常的有質感 很像是貴婦養出來很好命的那種皮膚 我覺得這個粉底他是比較偏保濕 那遮瑕度的話我個人覺得算是終點偏上 薄薄的一層對於瑕疵的遮蓋 我之前臉上的瑕疵比較少啦 大概是可以有五層左右 但如果說你的瑕疵比較深 比方說像黑眼圈 或者說你剛長完的那個痘痘有色素沉澱的話 可能就需要搭配其他的遮瑕產品 剛上妝他基本上是不會卡在細紋裡面的 因為像這種粉底液他太保濕太水感 很容易積線在我的眼下細紋還有法令紋 之前很常跟你們溝通啊 但他很保濕他非常的服貼 伴你完妝 這光澤是不是很好看 超美的 那我是覺得他對於整個毛孔的修飾還不錯 因為像我自己雖然說沒有什麼巨大的毛孔 可是我的鼻翼邊邊有那種黑頭粉刺的毛孔 然後那個洞洞都是黑色的 我覺得他遮蓋效果還不錯的是 他不會讓我那個黑色洞洞一點一點看起來非常的明顯 拉近給你們看一下我鼻翼這邊 泛紅薄薄一層遮蓋五分左右 但是那個黑頭粉刺的洞洞都有被修飾掉 那接下來呢我要來用這個小奶蓋上另外半邊臉 那一樣在手背上擠一個給你看 我覺得跟子孫秀相較下來啊 蘭蔻他的滑動性會更好 他的水分感覺是更多的 你們看他就這樣掉下來 剛才子孫秀只有這樣滑一點點嘛 那其實我覺得把他們推開的那個手感啊 還蠻像的就是水乳液的那種感覺 但是我覺得要以粉底的保濕感來說的話 蘭蔻他的滑動性比較好 我覺得他的保濕度會更好一些 然後蘭蔻這一支我用的色號是PO03 他是偏粉 但是台灣好像沒有這個色號 因為這個顏色是在機場買的 偏粉一點 而且我覺得他有花瓣香 還蠻療癒的 好 那我繼續把另外半邊臉完妝 蘭蔻這支粉底液在官方網站上面寫說 他適合混合性肌膚偏乾跟乾性肌膚的人 可是啊 我覺得像我這個混合性肌膚偏油 在我這幾天試下來 他在我臉上也是有持妝感的耶 而且持妝效果還不錯 雖然說控油度真的是頗弱的啦 但他一整個就是沒有掉妝 也沒有什麼塗石流等等的 好 蘭蔻這邊完妝 你們看他的光澤是比較偏激光的那一種 你可以感受到他很亮對不對 整張臉好像塗滿精油的那一種感覺 好 那在比較 直瞬秀這一邊 他是帶一點點霧面 然後看起來更有質感 兩邊都是一樣 因為他們都是水粉底 遮瑕的話我覺得大概就是四分五分那邊 蘭蔻的話呢 一樣他對於我 鼻翼的那個黑頭粉色洞洞的 修飾效果還不錯 那論妝感的話呢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直瞬秀這一邊 因為蘭蔻這邊太激光了 太水感了 那我稍微用手摸了一下 我覺得直瞬秀這一邊是小黏 他摸起來沒有這麼重的黏膩感 然後也不會沾指紋 蘭蔻這一邊呢是大黏 我覺得他黏的程度是 我超級不能接受的那一種 可是他一樣也不會沾指紋 像我這樣手這樣拍 他的粉底液都沒有掉 應該沒掉吧 我看一下喔 OK 嗯 沒掉 然後兩邊的妝感看起來都非常的均勻 這樣子 現在已經來到了 中午的12點22分 那我這個實測應該只會走六個小時 因為像我自己的皮膚 在這個天氣裡面容易出油的話呢 我就想說給你們看看這個粉底液 在我臉上出油過後會不會反黑 再來就是粉底液浮不浮貼 會不會極限等等的 所以 我們就開始實測喔 我要先化妝 嗨 我現在已經持妝兩個小時半 然後時間是三點鐘 我剛才有吃飯 然後吃飯 臉上都會有一些表情嘛 要啊幹嘛的 吃完飯之後照了一下鏡子 我發現我臉上有一點點極限 就是在法令紋 然後還有下巴的地方 但是他們的痕跡還蠻淡 所以你要這樣乍看是看不下來 但我個人還蠻催毛求吃的 我就會這樣拿鏡子 靜靜的看好不好 像蘭蔻這邊有沒有小肌線 然後 只剩下這邊有一點點小肌線 但兩個小時半的持妝 我覺得大面積像是額頭啊臉頰 它們都非常的服貼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效果不意外 因為保濕型粉底在我的臉上 它就是會這麼操作 所以我覺得還蠻正常的 那我現在打算就是要用手指頭 把這些肌線推掉 鼻翼我也稍微推一下 好那我今天下午都是帶在冷氣房裡面 那你們知道冷氣房會把人體的水分炸乾嗎 那當然包含我們皮膚表面的水分也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擦這個保濕型粉底 帶在冷氣房的實測其實也不錯 就是可以看清楚它在臉上的保濕感表現得如何 除了說剛才有點小肌線以外呢 其他大面積像是額頭臉頰的部分 因為它們都非常的服貼 好那我們就繼續持妝下去囉 現在的時間來到了6點08分 我這個粉底液已經即將要持妝6個小時 那趁著太陽要下山 這個自然光我覺得非常剛好 情況下趕快來跟你們更新 我現在底妝持妝的一個情況 因為你們可以看到我臉上的肌膚已經出油了 那我首先先跟你們說 這支粉底液我會持妝6個小時 是因為它們是保濕型粉底液 所以在我的臉上要做長時間持妝 其實它們都會變得非常的恐怖啦 所以我想說做6個小時是比較剛好的這樣子 而且臉上的油光都已經分泌出來 所以趕快來跟你們分享說 哪一邊的油光怎麼樣啊 持妝度怎麼樣的 好 那首先 你們可以看到我臉上這個光澤 這一邊是藍蔻的 我覺得它的光澤是比較均勻的 你們看 很質感的霧面奶油肌的感覺 而且它的油光很均勻 那這邊是植村秀 植村秀的話的光澤 我覺得就稍微比較不均勻 是因為越靠近我T字部的油光 分泌的就比較旺盛 但是臉頰呢不會泛油的地方 它們就是呈現一個剛上妝質感 霧光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會覺得 整體看一下它的油光就是 中間很多但旁邊很少 以油光來說呢 我是比較喜歡小奶蓋 它在我臉上的那個光澤感 我很喜歡 那空冷度的話 基本上我會覺得 還是蘭蔻這一瓶獲勝 因為在這個很熱的天氣裡面 我又是混合性肌膚在夏天又偏油的話呢 這一瓶我在夏天是hold得住的 但是只是說這一瓶我覺得 我的夏天可能會比較難掌握它 可能要等天氣比較涼 像是冬天或者是春天用 我可能會 比較好 就是它可能跟我會比較match啦 對 那以保濕度來說的話呢 這兩支粉底液我覺得都沒有話說 因為它們在我臉上的妝感是真的很服貼 除了說剛才那第三個小時持妝吃飯 臉上有一點點積線 但是我用手指頭推掉之後呢 一直到現在它們都沒有在積線 而且都很服貼也沒有掉妝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以保濕度來說呢 它們都很棒 那再來就是你們看長時間持妝 我很害怕這種保濕型粉底液 遇到我的油會暗沉會反黑 但是也沒有 我的肌膚現在還是呈現一個很明亮的狀態 那我拿一張乾淨的衛生紙 把油光壓掉 看哪一邊的粉底液掉最多 蘭蔻這邊的粉底液掉的比較多一點 你看這邊有個印子 但是子春袖這一邊呢 印子是比較燒的 以持妝度來說的話 我會覺得子春袖這一邊是獲勝的 那整體而言 我會比較喜歡 在這個悶熱裡面的天氣 因為我覺得有點不公平 我是混合性肌膚偏有來實渣這個保濕性粉底的 我真的覺得有點奇怪 好那在這個很熱的天氣裡面來說呢 我是比較喜歡蘭蔻這一支 因為它hold得住我夏天肌膚出了的那個狀況 那子春袖這一邊的話 就是會讓我覺得油光比較不拘予 那以整體的視覺效果來說 我是比較喜歡蘭蔻的 最後持妝的那個視覺效果 那如果說是以剛上妝的那個妝感 我是比較喜歡植春袖 因為它真的可以打造出一個很有質感的底妝 分享給你們今天的實測 很快速的就結束了 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就是可以幫助到你們挑選粉底 這樣子 好的那如果說你有用過這個粉底有什麼心得 也都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更多我的生活動態都在IG要記得出嘴中 我們就下次見囉掰掰